I'm not ashamed to all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 从使徒行传第22章中,我们学到了什么关于洗礼的重要性 你好,今天中文版的《走过圣经》将学习《使徒行传》的第22章1到21节并回答这个问题 下面我们先阅读1到11节 诸位父兄请听,我现在对你们分数 只能听他说的是西伯来话,就更加安静了 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身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 在迦玛列的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律华受教 热心是份神,就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 我也曾逼迫分这道的人直到死地 不论哪里都所哪下间 这次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的 我又拧了他们打与弟兄的书信,往大马士隔去 要把在那里分这道的人所哪带到一路三人受刑 我将到大马士隔,正走的时候约在祥武 忽然从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我 我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我说 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 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 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那撒罗人耶稣 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 却没有听明白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 我说,主啊,我当做什么 主说起来,进大马士隔去 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 我因那光的荣耀不能看见 同行的人就拉着我的手进了大马士隔 那么我们看到保罗就按照雅各和 耶路撒冷教会长老的祥法来到耶路撒冷的圣殿 以平息、犹太基督徒和一般犹太人的祥法 但是从亚西亚来的犹太人 他们诬告保罗带外邦人进入 不允许他们进入的圣殿 这引起了骚乱 那么罗马军队就控制了局势 随后他们也逮捕了保罗 并将他带到了银楼里 那么正是在这里保罗请求 被允许向人群发表讲话 并为他的行为进行辩护 他首先告诉他们 他的血统 他是出生在大树 在耶路撒冷的马加列门下长大的 加马列是我们在《使徒形状》第五章中 遇到的那个有名的法利塞人律华师的 所以遵守律华在保罗的生活当中 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我们以后学习到他的一些书信时 我们就会看到他的这种态度 他对律华的热心 还表现在他曾经对基督徒的迫害上 大祭司当然当时已经更犯了 以及工会本身都能够证明 保罗是如何参与了这场的迫害 他们甚至授权保罗前往大马士革 围捕那里的基督徒 并将他们带回耶路撒冷接受 审判和惩罚 保罗曾经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那么是什么改变了他呢 正如我们在第九章中学习的 以及保罗在这里所叙述的 那就是他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发生的事情 从使徒形状第二十二章当中 我们了解到一些 我们在第九章中没有得到的 关于这个事件的细节 下面我们就重新阅读 使徒形状的第九章三到九节 它是这样子记载的 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革 忽然从天上发光 四面照着他 他就扑倒在地 听见有声音对他说 扫罗扫罗 你为什么逼迫我 他说 主啊 你是谁 主说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起来进城去 你所当做的事 必有能告诉你 同行人能站在那里 说不出话来 听见声音 却看不见人 扫罗从地上起来 睁开眼睛 竟不能看见什么 有人拿他的手 拧他进的大马士革 上日不能看见 也不吃 也不喝 那么从使徒形状的 第二十二章当中 我们发现这个事件 发生在中午的左右 这是使徒形状 第九章中没有提到的 耶稣当然通过 来自天上的声音 向保罗显现 询问为什么要迫害他 扫罗不明白 这个声音是谁 所以耶稣就向 保罗指明了自己的名字 然而使徒形状的 第九章七节 似乎有存在的一些矛盾 因为路加在那里 记载说 能不能站着 说不出话来 听见声音 却看不见能 而保罗在 第二十二章 第九节 叙述这个故事时 说他们没有 听明白那声音 那么对于那些 指控圣经矛盾的 华语论者 其实是没有去细细的捉摸 他们分别是说 一个是听见的声音 却没有听明白那声音 这也是我们日常中 经常遇到的一种情况 听见了却没有明白 当使徒 保罗在 《使徒形状》 第二十六章当中 再次讲述这个故事时 那么在这里面的 第十四节 他说耶稣 用希伯拉语 对他说话 因此与保罗同行的人 很可能听到了这个声音 但不明白这些话 如果他们也会说 希伯拉语 耶稣也可以允许 他们不明白这些的话语 因为这只是针对保罗的 好 下面我们就继续阅读 第二十二章的十二到二十一节 那里有个人名叫亚拿尼亚 按着律华是前程人 为一切住在那里的 忧太人所成长 他来见我 站在旁边对我说 我当时晚上一看就看见了他 他又说 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 叫你明白他的旨意 又得见了一者 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 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 所听见的对着万人 为他做见证 现在你为什么要担言呢 起来 求告他的名受洗 洗去你的罪 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 在店里祷告的时候 朋友向外 看见主向我说 你赶紧离开耶路撒冷 不可言辞 因你为我所做的见证 这儿你的人必不领受 我就说 主啊 他们知道我从前 把吸引你的人 收在间里 又在各会堂里鞭打他们 并且你的见证能是地方 被害流血的时候 我也站在旁边欢喜 又看守害死他 这人的衣衫 主向我说 你去吧 我要拆你永远地 往外邦人那里去 那么保罗到了 大马士革就有一个名叫 亚拿尼亚的人 根据律法 他是虔诚的人 从使徒行传第九章发现 亚拿尼亚与保罗不同 他是基督徒 这意味着亚拿尼亚知道 耶稣是救恩的来源 而不是摩西的内华 他教导摩西谈到耶稣 并且他们需要跟随耶稣 从使徒行传的第九章中 知道这一位亚拿尼亚 是耶稣派来的 他是保罗恢复的势力 向保罗透露 耶稣损责他 不仅是要他得见意者听他的话 而且要成为他所见所闻的见证人 那么保罗在这里告诉 犹太人的是 他所传讲的是 他直接从神那里得到的信息 所以他们怎么能指责 他说反对神的话呢 然而在保罗成为见证人之前 亚拿尼亚就告诉他 他必须首先要做一件事 就是求告主的名受洗 洗去你的罪 第十六节教导 我们很多有关洗礼的一些知识 今天许多人相信说 救恩是先于洗礼的 洗礼只是一个标志 表明一个人已经接受了上帝的恩典 并且通过这个行为 他们向其他人承认通过信仰 接受了这种恩典 他们否认洗礼对于罪的赦免 有任何的作用 认为洗礼是人的工作 无法施行拯救 然而在《使徒行乱》的第二十二章 却描绘了一个不同的画面 首先我问你道 保罗是什么时候信耶稣的 那是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 他看到了耶稣 听到了耶稣 就立即相信了耶稣 知道耶稣实际上已经像基督徒 所教导人那样 从实力复活了 因此他知道只有通过耶稣 才能获得救恩 那么再问你 保罗的罪是什么时候得赦免的呢 根据亚拿尼亚的说法 当保罗站起来并受洗的时候 从《使徒行传》第九章 我们知道保罗等候了亚拿尼亚三天 如果保罗在他看见耶稣 和到遇见亚拿尼亚之间去世了 保罗会去天堂吗 许多人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因为他们相信救赎和罪的赦免 只要靠信心就可以实现了 但是亚拿尼亚说 罪的得赦是在洗礼时发生的 那么我们就必须要问到 保罗是否可以带着 为得赦免的罪进入天堂呢 圣经是否认这一点的 说罪使我们与神隔绝 如果不被宽恕 罪就会把我们判入地狱 所以说如果是洗礼时罪才得到赦免 那就意味着洗礼并不是 我的罪已经被赦免 和我已经得救的标志 这意味着我必须接受洗礼 才能是我的罪得赦免并得救 被神拯救的 新的圣经当中没有其他的经文 可以教导说另外一种的方式 当然我们可能会试图提出一些假设 去削弱上帝的力量 但是使徒行乱的第二十二章十六节 教导我们洗礼的重要性 以及为什么我们首先要洗礼 是为了接受对罪的赦免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所做的洗礼 是为了会获得救赎 如果你看完第十六节 那一节说 在洗礼的时候我们要求告主的名 我们在十六集乱第二章二十一节中 也看到了这句话 保罗也将在罗马书中向我们揭示 呼求主的名 就是我们祈求神赦免我们的罪 同时我们听从祂的声音 执行祂给我们的命令 这是发生在洗礼时 当一个悔改的信徒 顺服神所说的一切 这就是祂所说的原因 因此当彼得在使徒行乱第二章二十一节中说到 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当我们作为耶稣悔改的信徒 受洗是罪得色时 我们就是这么做的 我们或者说为我们施洗的人都不会赦免罪 是神在赦免我们的罪 不要让任何人去告诉你说 洗礼对于得救是不必要的 或者洗礼不能赦免罪 因为圣经不是这样子说的 不仅在使徒行乱的第二十二章中如此 在其他地方也是一样的 那么现在回到了使徒行乱的第二十二章 从十七到二十一节 给了一个我们从使徒行乱第九章中 没有得到的描述 在第九章的二十六到三十节中得知 保罗在归于信仰之后 到了耶路撒冷 在那里短暂停留传道 但由于他的生命受到威胁 不得不逃到大树 在第二十二章这里 我们发现这个故事还有更多的内容 因为保罗告诉我们 当他在圣殿祷告时 他陷入的防护之中 他看到耶稣 告诉他要逃离一路撒冷 因为他们指的就是一路撒冷的犹太人 不会接受他为耶稣所做的见证 保罗的回应就是告诉主啊 在一路撒冷及周边的每一个会谈 他们都知道 他曾经迫害基督徒的行为 以及斯蒂芳被害时他的态度 保罗想要告诉耶稣的是 如果犹太人在耶路撒冷都不接受他的见证 他怎么可能在其他地方取得成功呢 耶稣并没有与保罗争论 而是向他透露 他会拆解他远离这里到外邦人那里去 翻句话说 他不仅会被派往可能不认识他的犹太人中间 而且会被派往肯定不认识他的外邦人中间 这就是保罗为耶稣所发挥的最大的作用 今天我们的学习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将在明天回来继续接下来的学习 希望大家到时加入我们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来不疼求